歡迎收看財經Expresso 晚上好,我是林德成 馬上帶你關注今天的股市焦點 中國股市走高帶動了亞洲股市起多跌少 不過我國籃球股今天成為套利目標 造成馬股B40包1842.08點 下滑了2.23點 分析人認為雖然外資上個星期買進超過3億5000萬令吉 不過本地市場還是缺乏利好因素 外資的心思還是會放在中國和香港等區域市場 散戶今年賣出了2227萬令吉 外資和本地機構聯手吸納股票 個別買進953萬令吉和1274萬令吉 緊接著有企業不另外單元 第一則企業新聞是新業資本 新業資本正式建議將上市地位轉讓給新業銀行 同時也會透過附加股募集最多25億令吉資金 目前還不知道上市地位的轉讓方式 是否會和新業銀行透過現金或發股方式 來整合新業資本的各項資產 另外在完成附加股之後 新業資本將按照原有的持股比例 把新業銀行的股權全數派發給股東 並且將進行資本回退 接著是國有化學的新聞 國有化學強調沙巴的安器及尿素工廠沙默 將如期在2016年竣工 同時已準備好要參與如佛邊加蘭煉油及石油化學綜合發展計劃 Rapid 該公司主席拿督旺朱基菲爾指出 沙默已經完成90%的建築工程 該公司也會和德國巴斯福集團進行兩項化學產品聯銀計劃 他透露國有化學今年的資本開銷預算大約31令吉 大部分將作為以上三項投資項目的開銷 馬資源在上個星期以2.6億買下德國大使館的土地之後 這一次把目光轉向法國大使館8英亩的土地 出價11億令吉 據消息指出 馬資源已經在2月12號提交了投標申請 並表示會在有需要時 向交易所做進一步匯報 感謝你收看晚安